我自己觉得内地比较好嘛 因为自己每天每个月每年在新疆待着 该看的我们都看了 我也出来想看看内地 内地是怎么样子的 那个坐在这儿前我就大厅了嘛 坐是这样子的 车子是这样子的 工作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过来了 那你过来之后看 时期看到的感受到的 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宿舍和吃的都一样 就是工作有点不一样 到落实的时候特别累 受疼 教疼真的特别累 但是为了自己 我觉得值得 挣钱就是为了自己 又不是挣给别人的 所以就累累了没关系 挣完钱就是最重要的 因为咱们都女孩子嘛 有钱才有安全感 那要别人想了 我也可以跟家里要钱啊 但是跟家里人要钱 家里人是怎么挣来的 他们信心苦苦地挣来的呀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 用的是家里人的钱 那些笨子呀 根本全然是跟家里人要的 对吧 所以长大了就得 当死吧 那这五千多块钱 在你们当地 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 我们那边是收入地嘛 最高就是三千左右 那你看你现在在这边 挣的钱也挺多的 那你回去跟你的老乡 跟你的同学 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反应 有些人挺羡慕的 但是有些人就想到 一个女孩子 出去外面大功干啥 他们都这么想 那他们要有这种想法 跟你说的话 你会怎么回复呢 我就说 我有我自己想法 你有你自己想法 你想说啥 你就说 没关系 我做好我自己 我挣我的钱 做好 那假如说你有钱了的话 你有什么梦想 我们家里人都在顺岁 小小顺岁 都是平房 我就想在新海 买个路房 给我的爸爸妈妈 要是二十万的话 一半十万左右 现在年轻嘛 年轻的时候多了 辛苦呀 辛苦了一年两年 没关系 通过自己的爽手 赚了那么多钱 以前辛苦的日子 就慢慢就往子了 会儿拍拖了 难以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